原标题 这款步枪空舱挂机时会叮的一声 聪明士兵空抛弹加引军入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力制式 M1加南特班自动步枪 其无疑是美国枪械工业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就连一贯作风严谨的巴顿将军都魄力对这款步枪大家干上 但任何武器即使再完美也有它的缺陷 M1加南特班自动步枪也不例外 M1加南特班自动步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M1型步枪的产量不大 随着美国于1941年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加南特步枪产量猛增 该枪的射击精度比较高 加上自身结构原因也比较容易清洗 它被士兵们称为是一种可靠和耐用的半自动步枪 因为是半自动射击方式 M1加南特半自动步枪的射速要比其他摔动步枪快很多 这使得美军基础的一个步兵班火力相当于一个半德军步兵班 相当于两个日军步兵班 M1加南特步枪多角度突不过该枪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首先它重量大 携带较为笨重 其次 该枪虽然可以分为单发装填满弹夹和半弹夹装填 实战中 当一次加入弹仓的弹夹在子弹打光之前 弹夹要重新装弹很困难 而且 由于弹夹子弹外露 有时 子弹不一定对其双元开口 为了使子弹对其开口士兵装弹的时候 往往在钢盔上科体下使之对齐 M1加南德步枪的八发漏夹最让人忌惮的 是加南德步枪特有的空舱挂机声音 该枪使用的双排八发子弹的钢日漏弹夹 由机辖上方压入弹舱 最后 一发子弹射击完毕时 枪空舱挂机 弹夹会被退加器自动弹出弹舱 会发出钉的声响 提醒士兵重新装子弹 但这一声响在二战中曾被德军和日军所利用 只要听到钉的一声 就知道对面的子弹打光了 当然 在激烈的远距离交火时 是不可能听到这种声音的 但在巷战与丛林等近距离交战的时候 这种声音则会很清楚 解放战争中的M1加兰德步枪 应是当然二战中美军也学聪明了 他们曾运用空抛弹夹的方式引军入对面 敌人自作聪明的听到钉的一声 就认为美军士兵要换子弹了 结果等他上前后迎接他的还是子弹 虽说M1加兰德步枪也有缺点 不过相比于同时期的枪械来说 它的出现已经是具有化时代意义的武器了 它让步枪告别了栓动步枪繁琐的发射步骤 可以称得上是武器史上一个质的飞跃 M1加兰德的贡献 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不足 军事杂谈一战授权发表 请勿转载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